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经纪网站公布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傅振华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 公开履历检视 傅振华1955年3月生 1973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0年12月参加工作 北京大学分校法律专业毕业 法学硕士学位 2013年傅振华任公安部副部长 同时兼任北京市委常委是公安局局长 2015年他任公安部副部长 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 中央政法委委员 之后兼任中央610办公室主任 2016年傅振华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2018年3月国家机构改革之后 傅振华任司法部部长 党组副书记 2020年5月 傅振华任13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设指出 现年66岁的傅振华与去年4月份落马的孙力军同样是出身于公安系统 因为主导扫黄工作而受到了关注 孙力军落马之后 傅振华突然的以借铃为由卸下司法部职务 5月份转任全国政协委员 并且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引起了多方揣测 自2017年中共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政法系统至少8名中管高层官员 150多名的厅局级官员落马 仅2020年就有孙力军 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 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 以及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力科等等的高官被查 如果再回推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 则是由李东升、杨焕宁、孟宏伟、孙力军 四名公安部副部长落马 此外与傅振华、孙力军同样曾任中国反邪教工作的 前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 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 今年8月也被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遭到开除党籍并且被捕 而今天除了传出货政华落马消息之外 孙力军案也被当局重新提出 中国公安部本月1号会议宣示 要深挖、彻查、涉及孙力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人与事 对有关涉案人员问题线索要积极地协助调查 一规一计一法处理 时隔一天傅振华就落马 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西约亚洲电台报道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是孙力军被指控的最关键罪名 先前传言 孙力军将疫情源头的资料向澳洲披露 导致了澳洲向中国追究疫情源头责政的态度特别强硬 现在来看传言真不是空穴来风 可能才是导火线 至于中纪委指控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的膨胀 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 旅美中国法学者滕彪认为 尽管外界至今不清楚 孙力军究竟掌握什么疫情机密资料 或者是泄露了什么消息给外界 但是中纪委在通报中 对党内存在矛盾已经毫不掩饰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 因为孟晚舟案而被北京当局挟持为人质的两名加拿大人 康明凯与斯帕弗在上桌反汇加拿大 而反过后斯帕弗首次的发表公开声明 美国之音综合报导 斯帕弗在通过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及加拿大外交贸易和发展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终于与家人团聚 让他极度欢喜 当他开始理解 我们从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人那里得到持续的支持时 非常的惭愧 也很感谢大家 斯帕弗为中国当局指控 向康明凯提供有关军事装备的照片 并且在今年8月份被判处11年监禁和驱逐出境 康明凯的审判在今年3月份结束 但一直在等待判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9月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孟晚舟与两名加拿大人几乎是同时或是 是否是时间点上的纯粹巧合 以及如何回应外界认为的中国在进行人质外交的问题时说 两个加拿大人的案子 与孟晚舟事件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他声称 中方是在两位加拿大人 以健康原因申请取保候选之后释放他们 康明凯上周在走下飞机后俯身亲吻大地 他对记者剪短的书 他感觉棒极了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在机场接他回家的妻子维纳纳吉布拉说 在过去的24个小时里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他们的感受 高兴如释重负 并且对所有为实现这一个目标而努力的人 感到由衷的感激 微软旗下的全球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 近日遭止屈服于中国市场的利益 沦为中共的审查工具 苹果日报综合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Exios 主跑中国议题记者艾伦·厄伯拉西米恩 自月28号表示 他一早收到了领英的客服通知 指出他的个人简介 还有违禁内容 用户页面将不会在中国版的网页上显示 但是在其他国家仍然可以看见 他的案例曝光之后 曾经派入北京的华裔美籍记者陈家运 以及曾经为纽约时报学书期刊外交事物 等等知名刊物撰文 并且曾出书描写藏人遭遇的记者布鲁诺 也反映自己收到同样的通知 艾伦·厄伯拉西米恩气愤的推文表示 以前做这种事的都是中国政府或企业 现在却是美国企业 付钱要自己员工来审查美国人 艾伦·厄伯拉西米恩在华府相有名气 他时常公开地批评中国作为 也关切台湾议题 他2019年12月曾经独家披露 世界银行要求台湾籍雇员 需要持有中国护照 才能够被录用或保住饭碗 世界银行之后解释 这是技术错误 已经修正这项原则 面对Axios的质疑 零应表示自己是一个全球平台 尊重适用于平台的法规 包括遵守中国政府 为中国版领英订定的规定 但是并没有说明是哪些内容被视为违禁 违法的中国法规违和 以及领英内部是否有份违禁议题清单 领英2014年正式的进军中国 是少数在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下 还能够使用的外国社交平台 根据统计 领英目前在全球有超过7.74亿名用户 在中国的用户数则有5300万人 领英2016年被中国科技巨博 微软收购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领英第一次 传出为中国版的网页 审查用户页面内容 华尔街日报今年6月份就曾报道 近期至少有10名的学者 研究员或政府部员 因为个人页面含有违禁内容 被领英在中国封锁 而本次的事件已经引起了美国参议员关注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李克斯科特 9月30号致信微软和他旗下的领英公司的高管 对领英封禁美国记者的中国页面提出质疑 指责他们的这种做法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屈服行为 中国驻美大使8月31号 在一场闭门会议中遭报 其发言粗鲁 对美国学者提问中美冲突问题时回应 如果双方无法解决彼此的分歧 就请闭嘴 就在他要美国闭嘴之后没多久 近日秦刚再度谈起双边关系 这一次寻求的是以磨合找寻相处之道 中央社综合报道 秦刚在当地时间9月30号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北美总部接受专访 他指出 赴任至今的两个月内 见到许多美国各界人士 很多人明确地反对中美脱工与对抗 特别是在美国工商界 教育界 民间和地方 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声音 这些人希望中美关系 能够尽快地好起来 他说 深刻体会到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和两国加强交往与合作的 在美国仍然大有人在 但是他也感觉到 对中国的偏见 误解仍然广泛存在 甚至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和中美关系好 这部分的人的声音也不小 秦刚说 他将继续与美国各界加强接触 让美方认识到中美合作两立 斗则俱伤 他的任务就是使中美这个磨合期尽可能的缩短 少一些剧烈和意外 多一些润滑与意料 另外 秦刚28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周年招待会制此时指出 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 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 是和平共存还是冲突对抗 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 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事关世界的未来 秦刚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久前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指出 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 中美对抗 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 中美关系 不是一道能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逼答题 美国之音报导 就在中国民众放十一国庆 长假和家欢聚之时 在中国河南有五位妻子 正在为他们与马来西亚被拘留的丈夫 何时能够回家而忧心如焚 他们的丈夫是五名在印尼打工的中国工人 他们到印尼一带一路专案的江苏德龙 聂业公司承包商荣成公司的德龙三旗工程打工 在辞职后却没有办法拿回被公司扣押的护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试图通过偷渡至马来西亚 在那里获得补发护照转到回中国 但是一入境就被马来西亚警方拘留 目前面临了非法入境指控 他们的家属表示 他们是被骗去工作的 仲介承诺 每天会给他们人民币五百元 工期六个月 每一天工作九个小时 但是 等他们人真正的到了印尼之后 工作了两个月要签合同时 一切却都改变了 不仅生活费缩水了百分之九十 还被告知六个月之后 他们也无法返回中国 五名中国工人拒绝签署合同 六月十一号 他们告诉老板决定要辞职 但是 辞职后 他们却无法拿回被扣押的护照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他们的护照在哪里 问了回家 只能够选择偷渡 目前代表五名中国工人的 马来西亚律师罗征武表示 根据马来西亚的移民法 假如被定罪的话 会被罚款不超过一万麻痹 或者监禁不超过五年 或者两者监失 甚至可能会遭受六次以下的鞭刑 罗章武律师说 他会争取向马来西亚远景 陈勤对他们免起诉 因为根据了解 他们是在印尼的护照被扣押 造成无法持有证件离开印尼 目前已经确定 马来西亚移民局法庭 定在10月11号 会开庭审理他们的非法入境案